高雄縣的賈仙鄉在昨天發生 瑞士規模6.4的強震 相當於等於是兩顆廣島原子彈爆炸的威力 這也是高雄百年多來 唯一規模超過6的強震 台大地質系的教授陳鴻宇就提醒了 地震過後土石鬆動 如果再碰到大雨恐怕要山崩了 甚至是有可能會出現土石流 今年的梅雨季節恐怕會提早來臨 因此民眾不能夠掉以輕心 只要看到落實就是一個嚴重的警訊了